人民网在奇观威上对张艺进行了重放脸谜 就在大多数人以为张艺被点名或许是太要良的节奏时 出乎我们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张艺此次却是写其人民网的称赞 从以十年时间从积极无名到如今被人民网的强势点名夸赞 张艺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就 期间的艰辛自然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 然而透过他从影以来的历史 我们对于他的成功依旧可以看出其中他成长的历程 仅仅用了三步 他就完好的实现了从小人物 到如今至首可热的实力派演员的人生灭席 第一步 艰辛酷的军旅生活的磨练 对于军旅的生活仿佛如同命运一般 十九岁那年的张艺 原本只是想考上北京广播学院 詹娜 因为不可避的因素 张艺没有得以成功圆梦 在家人的劝说下 张艺开始投身表演 在一次北京战友话剧团学院班的招生中 张艺带着满腔热血 凭着家事的舞台基础 如愿以偿的成为了北京话剧里的一员 尽管是以文艺丁的身份参与了军旅生活 然而张艺的生活丝毫不比其他部队的生活要轻松 一样要参加艰苦的体能训练 除此以外 在体能训练之余 他还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 在学学班里 颜值并不算出众的张艺 当同窗都已经开始在各个剧本中担当主角的时候 张艺还只是在幕后做着一些杂物 虽然偶尔也会喝串主持人 然而与周遭的同窗相比 此时的张艺如同萤火之风一样 根本无法引起旁人的注意 尽管如此 张艺仍然秉持着对舞台的热爱 在艰苦的军旅生活中 在苛刻的训练后 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自己的舞台表演功底 再帮忙话剧排 演的法舞之间 不断积蓄着自己的力量 都说是金子总会发光 不久之后 张艺的音识付出就获得回报 2002年 当他正在部队里排演士兵突击的画剧时 导演康洪雷就找上了他 而后也就有了电视剧《士兵突击》里 张艺关于班上 是金感人的经典片段 而此次人迷茫的点赞 也是从时间这一人物形象开始的 张艺的演艺生涯 也从这一角色的精彩演出中 成功从画剧的幕后工作者掌形 成为了荧幕前的演员角色 可以说 正是因为得益于军旅生活的磨练 才为张艺后来的各种军旅题材的影视剧 奠定了完好的基础 第二部 深入人心的角色魅力感召 对于一部成功的影视剧而言 最根本的就在于演员的演技本身 这是影视剧的生命线 同时也是一个演员得以在人才积极的影术行业里的立身之本 张艺的成功 演得一遇其精湛的演技 在处女作《士兵突击》中 她所扮演的班长史金 可谓深入人心 对待许三多王宝强时 她竟显了一个班长的职责 当所有人都不看好许三多的时候 唯有她 一直在努力鼓舞着许三多 是她教会了许三多不放弃 不抛弃 是她一个人的牺牲 成全了多数人的风轻云淡 在追凶者也中 想必最为人所称到的 就是关于她吃面的那一段戏吧 而这一段精彩的演出 也成功入选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经典案例分析之中 演技可谓入目三分 丝毫不显过分 而在后来的《亲爱的我和我的祖国》 以及热播网剧《重生》中 张艺的演技一如既往的出彩 也更为精湛 尤其是在《重生》里 她所演绎的《秦时》这一双灭人生的角色 将一个尽之负责 正义有情的人民警察刻画的学询如生 在工作与生活情感的夹缝中 反好地演绎了两种被现实分割的人物 性格 出色的演技 成就了一部不优质的影视作品 同时 也成就了张艺不平凡的人生 第三部 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在演艺事业风生水起的张艺 从未忘记过自己身为全民子弟兵的本分 始终牢记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社会公益活动中 也总能够看到她忙前忙后的身影 比如2012年的时候 她通过网络搭起了爸妈我很好的主题公益活动 在微博中 她是这样说到的 我们怀衰着梦想每天奋斗 但终究在父母的面前 执行着残忍的忘却 太多的事实让我们懂得珍惜现在的可贵 是时候改变了 请拿起电话 跟你最亲的人说一句爸妈我很好 再比如参加日夜明信行动 张艺在紧张的排席过程中 依旧不忘以身作则 去街上派发环保代 身体力行着对于环保的支持与响应 2012年 更是参与了中国首部季后主题公益环保威 电影如树下的约定的制作 诸如寻找未来的力量的公益节目录制 张艺也总是活跃在荧幕的第一线 用自己的努力 不断的为社会传递着满满的重能量 我们喜欢明星 喜欢张艺 不仅仅在于他个人的作品 更在于他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散发的个人魅力 人民广对张艺的夸赞 识人士对他一直以来 无论是影视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肯定 更是对其为社会公益所孜孜不欠的奉献而给予的褒奖与鼓励 这或许就是张艺 之所以能够实现人生逆袭的三部曲吧 期待着张艺更好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